天津全建今年的运气是真的差到家了,本来在亚冠赛场上和恒大队打得旗鼓相当,结果因为莫德斯特和维特赛尔的出走,导致现在在中超都寸步难行, 进五轮比赛直赢下一场,这对于大资金投入的全建集团是不可接受的,但是这两个球员还是有区别的,维特赛尔是得奖豪门多特蒙德,直接不介约金强行带走的,树总也在之后接受采访,时表示对维特赛尔表示理解,更多的是给他祝福,但是莫德斯特不止也的表现,是真惹恼了树总, 现在天津全建正在全面封杀他,莫德斯特最近做了一系列离谱的动作,竟然公然毁约,拒绝为天津全建出战比赛,而且擅自离队去联系欧洲俱乐部,以寻求转会机会,他是用的飘柔吗? 到底是哪来的自信啊?还在外媒面前谈论自己的中超合同是无效合同等等,这一系列事件直接打击了中超形象,让中超在海外推广的形象受到损害, 不过就在最近几天,天津全建开始对莫德斯特展开全面反击,就莫德斯特违约一事收集证据,并提交中国族协,亚族联和国际族联,并同时向有一项的潜在下加寄送律师函,声明违约情况和所有权, 近日,莫德斯特与多家俱乐部传出飞闻,包括俄超静旅莫斯科火车头,法甲球队波尔多,法甲球队尼斯,法甲球队马赛,土超豪门加拉塔萨雷,土超豪门贝希克塔斯,土超豪门费内巴切,莫德斯特的实力还是有的,只是人品实在是不怎么好, 在天津全舰的干涉下沙特豪门阿尔·希拉尔,就放弃了对他的签约,现在又传出欧冠常客土耳其加拉塔萨雷副主席,亲口证实,因为某些法律风险,俱乐部放弃引进莫德斯特,这是天津全舰对他最大的反击,要知道无球可踢,是对足球运动员生涯最大的伤害,不知道是不是看到自己对有维特塞尔利对自己也有了想法, 不过中国有句话叫好句好算,真的提出转会申请俱乐部,肯定会认真考虑这件事的,这样被蒂利玩这些小动作,呵呵,那你可真的是小乔树玉灰了,在签约无望和于全舰俱乐部彻底撕破脸的情况下,等待他的将是没有一分钱薪水的合同和骂长的无球可踢的日子,各位看官对莫德斯特这件事怎么看? 欢迎在下方留言,我们一起谴责他,爱生活,爱足球 og同和骂长的无球可踢的影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